在今天這開議 當然大家知道 行政院長 所謂相對這個疫苗的 蔡美跟拜祉的基金 來做全案的報告 目前跟國外蔡美已經完成 簽約的疫苗差不多 差不多兩千萬多 這個所謂委員長也表示說 雖然臺灣主席時間比較適合 電腦可以參考國外主席進行 主出必要的因應 另外這個外界 對這個周達 海潮達 這種獨公道的議員 大家都很關心 他回應說 在無影響環境生態 戰略下 已經稍微開發的範圍 台灣要買疫苗 進度到哪裡 行政院長 和立法院做全案的報告 目前外星簽約四中國外疫苗 包括前面的COVID-19購買AZ和BNT 四百七十六萬多疫苗 最早前幾個月開始出發 如果第一家中心買AZ疫苗一千萬多 莫德納疫苗五百零五萬多 最早在第二個月可以出發 不過立委議員有疑問 譬如說中國疫苗 輝瑞AZ 這裡全部都有通過台灣政府把關的標準嗎 目前因為沒有送來相關的資料 所以我們當然也無從來審查 如果AZ疫苗進來 你願不願意帶頭打 願意不願意 那當然都願意啦 另外中郵地通風大談 要去天然氣的接受測 恐怖團體和宰藥洞發起的燈愛 周達公道 第一次聯繫要拚月底完成 雙年昌也為政策來便宜 年輕人國人同胞來注意相關環境問題 這就是台灣很可貴的現象 大幅的三減九成多 只有剩十分之一 離開藻礁 並且將成立基金來保護藻礁 日本營開業以來 行政團隊總統員 不過面臨的條件 也是越來越前